国人体重超标以及糖尿病等问题日趋严重 而在卫生部执行的国民体重管理计划协助之下 有超过9000人瘦身成功 除此之外卫生部也协助近5000人成功的解烟 当局也在探讨是否有必要针对官方活动的含糖饮料 拟定规范指南 并规定市场上贩售的食品要列明糖分的标志 许多国人不仅面对三高问题 肥胖 糖尿病等更是国人的健康隐患 卫生部在全国30所健康中心推展的健康干预计划 成功协助超过9000人减重 卫生部副部长拿杜鲁坎尼斯曼今早在上议院透露 除了控制体重也有近5000人在当局协助下成功戒烟 健康中心也有许多活动提高国人对慢性病的了解 早前的调查显示在非传染性死亡病例中 73%都是因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造成 卢卡尼斯曼表明第一阶段的健康大马全国议程 从2020年展开 透过全国600多个社区中心实行多项醒觉运动 提高国人的健康生活意识 至于我国糖尿病患人数在亚洲国家中高居第一 卫生部也不排除从政府官方活动开始树立榜样 针对含糖饮料拟定只难规范 除了饮料,卫生部也将探讨是否有必要 规定市场上贩售的每样食品都标注糖分含量 供消费者做健康参考 此外当局也放言 今年内要让150万名国人接受糖尿病筛查 避免国人患病却不自知 截至上个月 这个目标已完成92% 次来到最后 5分钟 供给人一下 6分钟 3分钟 1分钟 3分钟